再来看到现议员第三选区的黄欣则是抽中了13号签 黄欣表示地方相当需要建设来改上生活品质 而三年多来担任现议员一职争取了相当多的经费造福地方 希望民众能够持续支持他为华联打拼 黄欣黄欣黄欣 冬山冬山冬山 131313 冬山冬山冬山 现议黄欣在她的丈夫也就是前吉安乡农会总干事 许永满和她的支持者 前往花蓮县选举委员会来抽签 并且抽中13号 黄欣表示大吉安地区需要有能力的议员来播化吉安乡 希望相亲能够继续支持她为大家服务 那这次抽签的号码是抽到第13号 那今天先跟各位相亲好朋友来报备 黄欣会继续努力一步一绞进 为我们自己的故乡 为我们花蓮县来做最好的一个监督 以及最好的建议跟服务 也跟先政府一起协力来合作 创造我们更美好的一个花蓮 但是黄欣因为是在吉安乡 所以对吉安乡有特别的一个好钟情 所以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黄欣也很辛苦 总共15位共同来参选 所以票分得很善 在这边恳请我们所有的相亲 一路的支持栽培黄欣 不要走开不要离善 一起在支持黄欣 黄欣会用最大的力量来照顾 我们所有的相亲好朋友 黄欣表示三年 这三年多来对大货远地区 地方建设和整理社区的规划 可以说是相当的用心 包括道路拓宽 简安双轨高架桥等建言 而这次还是需要相亲的支持 来支持他 共同来打造地方美好远景 记得欢迎华收到